外里区公所每年都会关怀独老为长辈来庆生 不过这两年碰到疫情的影响 区公所也担忧进到长辈家中的关怀 可能会提升病毒传染的风险 因此今年也特别将独老的关怀 拉到区公所一楼大厅来举办 区公所还特别贴心派专车来接送 让独居长辈可以轻松往返 那我们其实我当区长以后 我都会去家里做他的庆生 但是这两年疫情我也不敢去 然后我们更少办活动也不敢办 所以但是这些长辈其实都很想念想 整天灌在家里很闷 他们都很想出来 那刚好我们这次有募集的一些物资 包括我们的福佐 也给我们10万块的一些物资 然后包括我们社会局 也有一块筛还有茶包 那我们就透过我们里长 还有我们的志工 我们开车把这些长辈都载下来 今年的独老关怀活动中 可以见到区公所没合物资要送给长辈 很贴心准备一个便当 他们回去就可以用 那我想今天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感谢里长还有一些志工的协助 还有更多的一些资助单位 包括我们的福佐 给我们这么多资源的资助 区长在关怀独老的现场 与长辈们开心的画家常聊聊天 因为疫情有许多的长辈都鲜少出门 如今透过区公所与各里长的接送服务 让独居长辈有机会走出户外 区公所还贴心的准备了午餐的餐盒 就是要让独居长辈轻松出门 返家不再需要为餐食而忙碌 记得好品函万里采访报道